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当皇帝的时候一直在打仗 这个时候罗马帝国应该说是最兴旺的时期 他让罗马帝国的国运达到了顶峰 那么在那个政战的途中他写了这本小书叫《陈思路》 实际上这本书他是为自己写的 在那里思考人生 在那里叮嘱自己要做一个好人 这个皇帝啊他那个老百姓是很喜欢他的 都把他当做神一样的 他们给他一个评价就是他是战士哲人和圣人 那么二六六从那个童年开始啊 他就喜欢哲学 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一直是由他那个祖父来抚养 他的祖父呢当时担任那个罗马帝国的执政官 应该说是一个权力非常大的人 但他也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 他给他这个孙子啊安排了一个既严格又奢侈的教育 聘请了17位教师 其中四个人叫他文法 四个人叫修辞学 一个人叫他那个法律 八个人叫他哲学 那么在所有这些课程里面呢 二六六最喜欢的就是哲学 那么二六六实际上是西方历史上 唯一的一个哲学家君王 上次我们读那个巴拉图的那个理想国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巴拉图有个理想 就是哲学王的理想 认为那个应该有那个哲学家来当国王 或者是把国王培养成哲学家 这样这个国家才能治理好 那么可以说这个巴拉图这个哲学王的理想呢 仅仅是在从西方历史上来说啊 只有在那个二六六上得到了实现 这个西方历史上只有二六六才是一个哲学家当国王的 不过那个二六六啊 他并不想那个通过他这个掌握这个国王的权利啊 在那个罗马帝国实现那个巴拉图心目中的那个理想国 大家知道理想巴拉图的心目中的理想国是一个共产共期的 一个公有制的国家 那个二六六呢 他庆幸于斯多克派的哲学 因为他看到理想国是个乌托邦 他说人类啊 只可以改良 不可以无视人性来实施寂静的变革 那样做的话 只会制造出被迫复仇的奴隶和假装服从的伪君子 那么二六六他是一个哲学家的君王 他有两重身份 又是一个哲学家又是个君王 那么他自己呢 是这样来看待他这个两重身份的 他说宫廷啊 是我的后母 哲学是我的亲娘 我应该尽心的侍奉后母 但是我更要经常去探望我的亲娘 只有在哲学的怀抱里 我才能得到安宁 下面呢 我跟大家讲一讲那个二六六的思想啊 这个陈思路里面所表达的他的思想 二六六可以 他实际上是古罗马那个时期啊 斯多哥派有三个代表人物 那么二六六是其中之一 在他之前呢 还有一个叫塞尼卡 是一个 也是一个大官 最高次当到了宰相 但是最后被他那个当政的时候 那个皇帝尼路 被尼路杀死了 这个 还有一个是奴隶啊 但是得到了解放的一个奴隶 叫埃皮克泰德 那么第三个就是二六六 他是个皇帝 斯多哥派这个哲学呢 这个学派啊 是在那个古罗马时期啊 有一个叫支诺的 这样一个哲学家畅列的啊 但是真正兴旺起来是在古 是在古希腊时期啊 我刚才说错了 应该是古希腊时期的资座常列的 但是真正兴旺起来是到古罗马啊 有这么三个代表人物 呃 这一派的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啊 人生的幸福啊 在就在于那个 呃 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呃 这样的能够保持那个灵魂的宁静 二六六基本上也是从这个思想出发的啊 也是这个范围内的 他的观点呢 我这个归纳成下面几点啊 第一点就是要真从本性来生活 二六六认为啊 人的本性和宇宙的本性是一致的 啊 所以要真从共同的本性啊 来生活 也就是真从自然来生活 他说宇宙啊 是有万事万物 但是万物都是一体啊 有一种神圣的力量 一种神圣的秩序 把万物连接成为一体 支配着万物 而人呢 是万物的一份子 不过人和其他万物不同的地方 人是有理性的 他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来体会 这个宇宙的秩序 啊 自觉的来服从这样的 呃 宇宙秩序的自配 那么根据这个理念呢 他认为啊 人啊 就应该对自己周围的 自己所遭遇的一切 啊 都应该接受 啊 应该安心的接受 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 我的一切遭遇 都是宇宙秩序 从一开始就编织在 我的命运自线里的 是为了宇宙自己的 那个深深不息 他的和谐和完美所必要的 宇宙秩序统帅一切 没有任何一件不符合 宇宙秩序的事情 会落到我头上 所以 我都要接受 啊 凡是落到我头上的事情 我都要接受 对于能够赐予一切 也能够收回一切的自然 明白事理的人应该说 你愿意赐给我什么 就赐给我什么吧 愿意收回什么 就收回什么吧 你不可以祈求神明 让什么事情发生 让什么事情不要发生 而应该祈求神明 让你不收求任何事情 也不畏惧任何事情 对于你命中注定 要生活在其中的环境 命中注定 要生活在一起的人 你要适应他们 而不是抱怨他们 总之 你要心甘情愿的接受 任何身外的遭遇 266搭比方说 他说那个健全的眼睛 应当愿意看一切可见之物 不能说自己只想看绿色的东西 那不就成了一伤病眼了吗 健全的胃应该能够消化一切可吃的东西 不能说自己只想吃软的东西 那不就成了一支有病的胃了吗 同样的道理 健全的心灵 应该乐意接受一切发生的事情 如果谁的心灵叫喊说 自己只想要好的运气 这就和病眼病胃一样 是一个有病的心灵 当然他的这些说法 你可能会觉得他那个 实在主张一种宿命论 实际上也是的 不过这仅仅是针对身外的遭遇来说的 对于自己的心灵的品质 人是有完全的主权的 事实上在体悟宇宙秩序 和你的心灵品质之间有一种关联 宇宙的力量会给你的心灵赋能 让你的心灵正直而坚强 只要你从内心深处感受到 你的本性和宇宙的本性是一致的 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阻止你 按照你的本性来生活 这是他一个基本的哲学观点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要保持心灵的宁静 这是人生的目标 是人生幸福之所在 这也是斯多格派的一个基本观点 266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保持心灵的宁静 所谓心灵的宁静 就是指在内心建立起一个秩序 那么怎么样来保持心灵的宁静呢 他指出了以下几点 第一 要摆脱激情 让理性强大并且支配心灵 这样的心灵就是一座坚固的堡垒 是最安全的栖身之所 第二 对外在的事物不动心 要认识到外在事物 存在在心灵之外 本来和心灵没关系 还要认识到 一切外在事物都损悉万变 纵将归于严密 所以不应该对心灵造成纷扰 第三呢 只关心必要的事 他说有的人啊 对什么都关心 甚至要弄明白那个 旁人心里的想法 在做什么 在想什么 关系都要病 他说这种人是最可怜的 另外他主张啊 仅仅做必要的事情 他说人们做的大部分事情是不必要的 却占用了许多时间 带来了许多烦恼 要把注意力放在少数必要的事情上 信物旁骛的去做 这样你的心就会安静 那么第四呢 要排除弱体痛苦的干扰 有时候那个人生了病以后啊 心里面也烦得很 这个时候啊 当身体受到疾病折磨的时候啊 你就要用哲学来帮助自己 把心灵和肉体分离开来 努力不让肉体的痛苦来干扰心灵的宁静 那么266认为啊 哲学是心灵的守护神 可以让心灵强大自足 有了哲学 一个人就可以大赢 赢与心 我们都说大赢赢与世 你可以在城市里面隐居 那其实归根结底是啊 你要大赢赢与世的话 你首先要有一个宁静的心 所以归根结底是大赢 真正的大赢是赢与心 这个隐居在你的心里面 你的心灵里面 266说啊 他说人们总是想退隐到 乡间 海滨 山林 这是一种优俗的想法 因为你完全可以 随时随地的退隐到 自己的内心去 只要你内心拥有 简明而坚定的原则 运用它们就足以沉浸一切纷扰 使你的心灵成为 比世界上任何地方 都更为宁静的居所 我想我们还可以补充说 如果你的心不静的话 无论你到哪里 都仍然是一个充满烦恼的庸人 那么266的第三点观点呢 就是他认为一切取决于看法 在生活中 扰乱我们心灵的 往往主要是那个所遭遇的事情 但是266指出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看法 心灵被扰乱的原因 不是事情本身 而是我们对事情的判断 你之所以受到落在你头上的 事情的伤害 是因为你认为它是坏的 只要你不认为它是坏的 它就伤害不了你 那么我们也许会问 难道事情本身就没有好坏之分吗 奥勒柳告诉你说 一些死不坏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时候 你会有一个最初的印象 你就停留在这个最初的印象上 就可以了 不要再给它添加什么 这样你就不会感到自己很不幸了 那添加的东西 就是对事情好坏的判断 大部分痛苦 都是由这样的判断造成的 我觉得他讲的还是有一定道理 我就举个例子吧 我就刚才说到了 是吧 我那个最近被那个一辆那个电动车撞伤了 我在过马路的时候 那时候绿灯了 我过马路了 这时候有一辆电动车 它失控了 后来那个肇事者跟我说 他那个车前后杀都坏了 然后他那一很快的速度失控了 就撞到了我身上 把我的脚撞伤了 鼓裂了 现在我还趁着拐杖走路 天天还是红肿 还痛 这当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我就这样想 我说这种事情啊 每天都在发生 现在既然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就承受吧 安心的治疗和康复就可以了 我没有去想 这个意外竟然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是多么的倒霉啊 而那个肇事者是多么的可恶啊 我一定要让他也倒霉 否则就绝不罢休 我没有这样想 如果我那样去想的话 这件事给我带来的痛苦 就会增加许多倍 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你就把它当作一个事实 接受下来 不去添加各种判断 它就不会更多的扰乱你的心灵 266说啊 他说对应你 不在你的意志 支配范围内的事情 你就不要做好坏的判断 否则就是徒征烦恼 天灾人祸 各种意外的不幸 会没有差别的落在好人和坏人头上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无所谓好坏 你能够支配的是对不幸的态度 你不可以这样说 我多么不幸啊 这种事情竟然落到了我的头上 你要这样说 我多么幸运啊 虽然发生了这种事情 我仍然泰然自诺 没有被压垮 也不感到恐惧 外在的不幸事件 并不能阻止你去做一个真直高尚的人 能够承受不幸 恰恰考验和证明了你的内在品德 那么对于外在的事情啊 这些我们觉得倒霉的事情 我们要抱这样的态度 对于他人的行为 我们也要抱这样的态度 奥利就说啊 扰乱我们心灵的 不是别人的行为本身 而是我们的看法 坏的行为 本身当然会给我们带来痛苦 但是有行为引起的愤怒和烦恼 带来的痛苦 比这严重的多 那么在这个方面啊 对他人的行为啊 266并不是是要你那个 不对那个行为的好坏做判断 而是要你不做 我受到了伤害这样的判断 如果有无耻的人 揉闹了你 你就问自己 实际上可能不存在无耻的人吗 无耻的人可能不做缺德的事吗 都不可能 那么就不要奢望那不可能的事情了 世界上必定会有一些无耻的人 你遇到的不过是其中之一 而你当然不能期望 坏人只害别人 却善待你 这未免太荒唐了 266很看不起动不动就发火的人 他说男子汉 应该有力量 有胆势 沉着勇敢 遇到不顺心的人和事 忍气吞声和怒火冲天 都是软弱的表现 你看不管某个人和他做的某件事 如果你有能力 就去改变这个人 如果这做不到 就去改正这件事 如果这也做不到 那你发火有什么用呢 这是他第三点 就是那个 这个 无论是对外在的事情 还是别人的行为 实际上他那个 当然都是这不好的东西了 他是不是对你造成伤害 取决于你的判断 你不要做太多的判断 那么他的第四个观点 就是用正确的态度 对待死亡 要保持心灵的宁静 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就是如何看待死亡 266对死亡有许多思考 规计起来是两个观点 一个就是要用 自然的眼光来看死亡 另外一个就是要用 总有一死者的眼光来看人生 我先讲第一个观点 就是用自然的眼光看死亡 他说这个死亡 是合乎自然的 合乎自然规律的 而反是合乎自然的事情 就不是坏事 就不是恶 你应该想一想 你的生命已经或者会 经历不同的阶段 从童年青年到壮年老年 实际上其中每一次变化 都是一次死亡 都摄去了一段生命 而你并不觉得可怕 那么在最后的一次死亡 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人人都会死 医生给病人治病 最后自己也病死了 算命的 预言别人什么时候死 最后自己可能就突然就暴毙 处死 哲学家雄变的讨论死亡和不朽的问题 最后自己默默的死去了 英雄在战场上杀敌无数 暴君凭他的权力滥杀无故 最后自己都化为尘埃 你再想一想你所认识的人 同样是一个接着一个死去 今天为别人送葬的人 明天自己倒下死了 埋葬他的人 不久以后也被埋在了土里 那么想到这些 你就会明白 寿命或长或短 实在不重要 你出生以前的时间 和你死后的时间 都看不到尽头 在这无限的时间中 活长活短 有什么区别呢 无论能够活多少年 你要记住 人拥有的只是当下的生命 会失去的也只是当下的生命 长寿者和找妖者 失去的是同样的东西 你还要记住 万事万物都在行环往复 人类的生活万变不离其宗 无论你活多久 你看到的只是同样的景象 所以就坦然的面对死亡吧 他打比方说 就好像你那个上船 远航 现在船已经靠岸了 那你就上岸吧 人生的戏已经演完了 那你就愉快的退场吧 你不要说你只演了三幕 而你本来是想演五幕戏的 戏算不上完整 要有当初安排这场戏的 那个力量来决定 既然他安排的是三幕 三幕也就算是一部整戏了 是大自然把你的灵魂 和躯体结合在一起的 现在他把这个记号的结打开了 你就让灵魂毫无痛苦的 那个离开你的躯体吧 你不可以让人觉得 你是被死神脱走的 而要像平时和亲友高别一样 没有任何抵抗和不快 你也不可以有任何话中 取从的举动 把自己葬扮成一个英雄 应该安详从容 诚实的离开人世 这样才是充满尊严的 这是那个第一个观点 那么266关于死亡的第二个观点 就是要用总有一死者的眼光 来看人生 死亡并不仅仅是一件 我们只能消极的接受的事情 它对于人生有正面的意义 经常用总有一死者的眼光 来看人生 可以让我们活得 既超脱又积极 首先可以让你活得比较超脱 用有死者的眼光 总有一死者的眼光 来看人生 你就会发现 诗人所看重的一切 包括祸福 荣辱 恩怨 利害等等 都只是过延烟云 你很看重名声吗 你想一想 知道你的名字的人都会死的 即使你身后留名 后世的人也是会死的 而且你死了以后 后人是不是记住你的名字 会怎样谈论你 又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当你难以叶子怒火 和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你想一想 你很快就会死的 这个和你吵架的人 也很快会死的 既然这样 你还有必要发火吗 你关心各种各样的新闻 对别人在说什么 做什么 很好奇吗 你想一想 你剩下的生命 如此短债宝贵 怎么可以把它浪费 在如此无聊的事情上呢 总之 想到死 你会看明白 诗人重视的许多东西 是毫无价值的 从而活得比较操脱 和这同时 对死亡的思考 又可以让你活得更加积极 珍惜生命 在有生之年 实现你的生命的价值 266自己 他经常定处自己 说他因为他喜欢读书 他也喜欢记笔记 他说 那个古人写的这些好书 你自己摘入的这些笔记 你很快就不能再读了 也就是说 你一旦死了 你就读不了了 那么抓紧时间吧 趁还来得及 朝你的目标奔去 其实我们都应该 这样来盯住自己 因为我们真正喜爱的事情 都会有来不及做的一天 欧雷刘主张 应该把每一天 都像最后一天那样来过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 我们要拼命的做许多事情 就具体的工作来说 他说 在离开人世之前 把手里的工作做好就够了 人生真正重要的事情 是要过合乎你的本性的生活 最可悲的是 直到临死还没有开始过这样的生活 所以 只要你领悟了这个道理 合乎你的本性的生活 那么什么时候死 都可以死而无憾了 用孔子的话来说 就是招魂道 习死可以 266的那个第五个观点 就是他对那个人格的看法 他认为一个人 这个人格的理想是什么样的 就是要做一个既正直又仁爱的人 266最看重两种品德 就是正直和仁爱 做一个既正直又仁爱的人 这是他的人格理想 正直就是心灵高贵 意志坚强 以增严的态度兼职正义 刻尽职守 仁爱就是心地善良 性情宽厚 以友善的态度 亲近普通人 宽容犯错误的人 正直是刚 仁爱是柔 刚柔并极 才是卓越的人格 那么这里我想着重讲一讲宽容 266讲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 他说宽容是正义的一部分 宽容是正义的一部分 正义 正直的人坚持正义 仁爱的人带人宽容 而正直和仁爱是相通的 宽容就是用仁爱自心 对待犯错误的人 乃至于作恶的人 而这也是正义所要求的 立足与正义来看 这些犯错误的人 甚至是作恶的人 可以看到三点 第一 他们的本性和我是相似的 拥有同样的理性 而有理性的动物 在这个世界上要互相依存 第二 他们之所以犯错误和作恶 并非出自本意 而是因为无知 他们的理性没有觉醒 所以不能明辨善恶 第三 他们和我一样 招生莫死 很快会死去的 所以我要同情他们 而不是恨他们 266高阶自己说 对于那些仕途阻碍 你在正道上前进的人 要注意两个方面 一方面 你不可以因为害怕他们 而偏离自己的道路 另一方面 你也不可以因为厌恶他们 而减弱对他们的人爱 无论是向他们投降 还是对他们冷控 你都是放弃了自己的职责 266相信 仁爱的力量是无敌的 你发自内心的待人和善 那么即使最初也无理的人 也会受到感化 可是总是会有人顽固不化 一冤保德 你又应该怎么办呢 266就用这样一句话 来勉励自己 行善而受谤 就是说做好事而受到诽谤 这是抵王的本分 我作为一个君王 我应该接受这样的一个 做了好事 还不得好不好 还被人骂 这样一种遭遇 好 关于266的程式录 我就讲到这里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